有朋友可能会问了 这个抽出你的问题 抽的都是之前大家的提问 那如果说正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 他想向我们提问的话 那应该怎么办呢 那大家看一下 我手里边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打印机 在直播的过程当中 您向我们提出的问题 我们都会马上的打印出来 为您解答 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这个随问随答环节 我跟我老公吵架 冷战了三个月了 最近每吸一口气都闷得慌 要使劲洗还吸不到底 就感觉心口的气往下沉 一站起来就喘不上气了 所有检查都做了都没毛病 可我真的就是会感觉别的慌 咋回事啊 咱们先不要着急 先来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我们请刘老师 好好地为大家解答这个问题 感冒的症状好了 但是一直咳 到现在能有一个多月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有检查都做了都没毛病 可我真的就是会感觉别的慌 咋回事啊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神经 为什么天冷时 甲碱的症状会加重 甲胀腺素对我们的残热 起了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天气冰冷以后 我们血的甲胀腺素会更多 所以说患者的症状会加重 我跟我老公吵架 冷战了三个月了 最近每吸一口气都闷得慌 要使劲洗还吸不到底 就感觉心口的气往下沉 一站起来就喘不上气了 所有检查都做了都没毛病 可我真的就是会感觉别的慌 咋回事啊 他肯定还是一个情绪上波动比较大的 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他自己也是意识到了自己不正常 就是集体的可能出问题了 所以到医院已经进行就诊了 但是还是应该相信医生 相信客观 就是我们到医院就诊之后呢 如果你已经做过相应的检查 比如说肺部影像学检查 老百姓担心 我长不长什么瘤癌 长不长东西 我没有气胸 我没有胸腔肌液 另外呢 可能医生应该也是给他开具过肺功能的检查 还都可以 那应该说问题不大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检查 那就叫血氧的检查 血里面氧气含量的检测 如果血氧也很正常 从客观角度认为 那这个肺脏的本身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严重的问题 那心理科吧 我也想说 如果说心脏方面也没有问题呢 他可以求助一下心理科专家 缓解一下他这个情绪方面 已经不是冷战三个月了 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 他的问题 其实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这位网友叫樊华 他说十一的时候降温 我衣服穿少 冻感冒了 后来感冒的症状好了 但是一直咳 到现在能有一个多月了 吃什么咳嗽的药都没有效 就感觉嗓子痒 嗓子紧 咳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病得也太长时间了吧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一个症状 也一个多月了 一直咳 咳嗽是我们现在门诊 经常遇到的一大类症状 从我们呼吸科医生角度讲 我们将临床的咳嗽分为 急性咳嗽 雅急性咳嗽 以及慢性咳嗽 它的实现的话是三周八周 三周之内的叫急性咳嗽 三到八雅急 然后八周 实际两个月以上的就叫慢性咳嗽 对于我们这位朋友 他觉得我都咳了一个月了 病了一个月了 时间很长 但是医生看来 可能这个时间还在雅急性和急性交界的位置 这种情况常见的有哪些问题 我们说一下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最开始说 我穿少了 我冷了 我感冒了 呼吸道感染之后 遗留的一个症状 这是最常见的一位原因 但是如果说这个朋友 平时还合并了一些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过敏性鼻炎 或者其他过敏相关的疾病 湿症呀 蜘蛛疹 还有比如家里养了一些小动物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这个咳嗽症状 超过了两个月 依旧千言不遇 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特点 比如冷空气意味诱发 凌晨加重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到 是否有气道高反应性 或者叫哮喘一类的疾病 那要到呼吸科 也就是专科去纠诊 当然所有我说的这些前提 因为咳嗽症是一个症状嘛 如果是谨慎地去诊疗的话 那么影像学检查是很必要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